为什么要跑 深圳黑色T恤 匆匆被戴上车 精湛负责人理性台商 被拘提到案 做笔录大约4小时后 移送地检署复讯 因为他交保后一度找不到人 检察官持续依据 日前查扣所的资料进行分析后 任由在询问涉案被告 以进行了解之必要 先由高雄市卫生局 联系理性及无性被告二人 理性被告原有接听电话 但其后即将行动电话关机 原来12号上午9点多 卫生局要联络他 跟他的无性大姨子 却只打通一次电话就关机 就怕有逃亡之余 检方紧急签发鞠票 直到中午12点半 警方在他前妻家楼下 发现他 只是跟他一起被约谈的 大姨子却还是失联 车子上来 一居然围上去了 我那一居然是在六厘 我就找到我 车去的你 下去警方是在这栋豪宅大楼下 找到正准备开车 离开的理性台商 一度传出失联 二哥也无奈地说 家人也找不到他 你有跟他联络吗 没有 因为他也没有联络 他也没有打电话回来 根据了解 高手市卫生局以及雄俭 在三月一号执行第一波搜索之后 离性台商就与无性妻子 火速办离婚 是不是知道事情闹大了 想脱产撇清关系 还是有其他意图 检察官也要进一步理清 静细为离清 杜英杰采访报道